今天我们要聊一个曾经佛系的闽系房企 为什么突然爆雷了 你们猜对了 我说的就是中俊集团 这家公司创立于1984年 最初从事积电行业 1996年开始转战房地产 与其他闽系房企不同 中俊一直走的是稳健发展的路线 直到2013年才突破100亿元规模 在创始人黄朝阳无为而至的经营理念下 中俊慎重投资拿地 不盲目扩张 可是就在近几年 在房地产市场整体收紧的情况下 中俊却突然提出了2018年500亿 2019年800亿 2020年过千亿的销售目标 并开始了全国的布局 这个时候正是黄朝阳大儿子黄伦 入驻管理层之时 黄伦从英国华为大学毕业后加盟集团 担任商业地产管理公司总经理 后来晋升为助理总裁和执行董事 有人说这是中俊从佛系变激进的转折点 也有人说这是中俊 为了应对市场竞争和变化而做出的战略调整 不管怎么说 中俊的扩张之路并不顺畅 在拿地成本上升 销售楼下滑 债务高企 盈利能力下降 经营变现能力恶化等多重压力下 中俊终于在10月4日宣布违约 公告显示 中俊没有根据2021年3月22日签订的银团贷款协议 支付已到期的本金和利息共约6100万美元 为支付贷款已导致公司的境外美元优先票据出现违约事件 此前 平级机构穆迪已将中俊的公司家族评级和高级无抵押评级分别下调至 开案一和开案二展望仍为负面 穆迪估计截至2023年6月底 该公司的现金总额为124亿元 加上运营现金流 并不足以覆盖未来6至12个月的所有到期债务 可以说穆迪精准预测到了中俊道爆雷 接下来我们来探讨一下 国际评级机构对中国房企的评级到底是专业还是偏见 我们应该如何看待他们的评级报告呢 最近中国房地产行业发生了一系列重大事件 引起了广泛关注 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恒大集团老板许家印 涉嫌违法被采取强制措施 以及中俊集团境外美元债出现违约 这两家曾经的房地产巨头都曾被国际评级机构 给出了低于市场预期的评级 并预测了他们的债务危机 然而这些评级报告在中国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 反而被认为是国际评级机构利用评级报告 畅空中国房地产行业的企图 那么国际评级机构对中国房企的评级 真的是有理有据还是有意为之呢 我们应该如何看待他们的评级报告呢 接下来我们就来分析一下这个问题 首先我们要了解一下国际评级机构是什么 国际评级机构主要指三大国际信用评级机构 穆迪 标准普尔和惠玉 这三家机构都是拥有百年历史的专业机构 他们通过对各国政府 企业 金融机构 债券等进行信用风险分析 给出相应的信用等级和展望 这些信用等级和展望 对于投资者 借贷者 监管者等市场参与者来说 都是非常重要的参考信息 那么国际评级机构是如何对中国房企进行评级的呢 一般来说 他们会综合考虑以下几个方面的因素 房企的财务状况 包括资产负债表 利润表 现金流量表等 房企的经营状况 包括销售额 毛利率 净利率 存货周转率等 房企的债务状况 包括债务规模 债务结构 债务到期日 债务偿付能力等 房企的流动性状况 包括现金及现金等价务 为动用银行受信额度 可变现资产等 房企所处的市场环境 包括宏观经济形势 政策调控力度 行业竞争格局 市场需求与供给等 通过对这些因素进行量化和定性分析 国际评级机构会给出一个从AAA到D不等的信用等级 并给出一个正面 稳定或负面的展望 信用等级越高 表示房企还本复息及遵守契约的能力越强 展望越正面 表示房企未来信用状况有改善的可能性 反之亦然 那么在过去十几年里 国际评级机构对中国房企的评级表现如何呢 我们以恒大和中郡为例 来看一看他们的评级历史 恒大集团是中国最大的房地产企业之一 也是最早进入香港资本市场的内地房企之一 恒大的发展历程可以说是中国房地产行业的一个缩影 从2009年到2021年 恒大的销售额从不到100亿元增长到近8000亿元 成为中国房地产销售冠军 然而恒大的高速扩张也伴随着高杠杆 高负债 高风险的经营模式 从2014年到2022年 恒大的债务规模从0.36万亿元增长到2.4万亿元 债务率从200%增长到400%以上 恒大的债务危机在2021年下半年爆发 导致其股价和债券价格暴跌 引发了全球市场的恐慌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 国际评级机构是如何对恒大进行评级的呢 我们可以看到 早在2011年 香园就发布了一份沽空报告 指控恒大无力偿债 并给出了D级的评级 这份报告引发了恒大的强烈反击 香园创始人也被香港证监会调查和处罚 然而 事实证明 香园对恒大的指控并非空穴来风 而是有理有据 此后 目的和标普也多次下调了恒大的评级和展望 从B级降至C级甚至D级 并预测了恒大的流动性危机和违约风险 这些评级报告在中国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 反而被认为是国际评级机构利用评级报告 畅空中国房地产行业的企图 与此同时 中国的一些评级机构 却给出了与国际评级机构南辕北辙的评级结果 将恒大评为AAA级 并给出稳定展望 这种评级结果不仅没有帮助恒大改善 其经营状况和债务状况 反而助长了其继续扩张和加杠杆的冲动 中郡集团是一家有36年历史的上海房企 在香港联交所主板上市 中郡集团曾被誉为零违约的标杆房企 在2022年底 还被一些内地媒体视作民营企业里面 还未爆雷的少数几家优秀而安全的房地产企业 然而 在2023年10月4日 中郡集团却宣布了一笔到期的境外债务出现违约 并暂停了其境外美元优先票据的交易 这一消息震惊了市场 让人们不禁怀疑中郡集团到底有多少隐性债务 那么 在这个过程中 国际评级机构是如何对中郡集团进行评级的呢 我们可以看到 早在2022年10月份开始 标准普尔就将中郡集团控股的长期发行人信用评级 从B下调至CCC加 并将公司未尝高级无抵押债券的长期发行评级 从CCC加下调至CCC 2023年2月 穆迪也将中郡集团控股的公司家族评级 从B2下调至B3 并将该公司的高级无抵押评级 从B3下调至KIA1 同时展望仍为负面 这些评级报告反映了中郡集团的财务状况和流动性状况的不断恶化 以及其未来12至18个月内面临的巨大债务压力 然而 这些评级报告在中国也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 反而被认为是国际评级机构对中郡集团的不公平对待 与此同时 中国的一些评级机构却给出了与国际评级机构南辕北辙的评级结果 将中郡集团评为AA加急并给出稳定展望 这种评级结果不仅没有帮助中郡集团改善其经营状况和债务状况 反而助长了其继续扩张和加杠杆的冲动 通过对恒大和中郡两个案例的分析 我们可以看出国际评级机构对中国房企的评级并不是凭空捏造 也不是有意为之 而是基于专业的分析方法和客观的数据来源 给出了符合市场规律和信用逻辑的评级结果 这些评级结果对于中国房企和投资者来说 都是非常有价值的参考信息 可以帮助他们及时发现和解决问题 规避和降低风险保护和增加价值 如果我们对这些评级报告视而不见 甚至抨击和打压 那么我们就会失去一个重要的市场信号和监督机制 让问题越积越多 最终导致危机爆发 因此在这里我想呼吁大家 应该像尊重医疗检查结果一样 尊重国际评级机构出具的中立的评估分析报告 以保护经济的健康发展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 我们要盲目接受国际评级机构的评级结果 也不意味着我们要放弃自己的判断和思考 我们应该在充分了解国际评级机构的评级方法 数据来源 逻辑推理 风险提示等方面的信息后 进行理性的分析和比较 找出其中可能存在的偏差和不足 并提出自己的观点和建议 这样才能形成一个良性的市场沟通和互动机制 促进中国房地产行业的健康发展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如果您对我们今天讨论的话题 有什么看法或建议 请在评论区留言 我们下期视频见